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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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在昨天比赛当中也看到狼队林青在那个断空点上也出现了失误 是的 我平时可能练习的次数 没有说像别的地图那么平凡 还是冷门一些的 不过在solo局上面也看得出来 像我们在第一天看到 像千虎苗寨啊 这种地图还是会选 很多冷门赛道 可能都会在某一周 成为大家的一个热门图 来了 WZ和琴九的第一场比赛 二位首图 来自WZ的角色江西 对于双方来说 都还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不朽也是 打过我们公开赛的选手 是的 不过不朽在我们连赛的 这个总计一分33秒57 还需要再多跑一跑 没错 目前在场上的稳定性 还需要提升一下 是的 这个33大概率就是 那个弹射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确实对于新人选手来说 他们上场的次数比较少 所以还需要更多的这种场次 来建立基数 没错 毕竟才第一桌嘛 来看一下起步 月上这次的起步很稳啊 起步 哎 甩尾 阿康直接甩下去了 这个失误的话 是在已经甩出来的地方出现了失误 对 几乎是没有见到 而不朽刚才那个弯道也是被干扰到了 自己出弯脱飘 目前两名选手都落后到后面 那现在 重又是跟车跟得太重了 对 月上自己出弯路线比较靠左 而重也没有说落地进行一波调整 那现在这个位置又进行了一波洗牌 现在阿康想要跟上前车是有点问题的 对 但不朽距离很接近 两个人是出现了一些队内的对抗 是的 刚才断空之前进行了一个卡器 所以不朽和重两个人的路线重叠了 还在不断地交替 让卡位很危险啊 距离也慢慢拉开了 屋檐落地下来之后 后面还有两个弹射 不朽这个距离 还在不停地对重造成干扰 是的 同一个路线啊 这里根本让不了车 而且两人这样你来我往的 阿康的距离也拉了上来 来了 这个弹射 这边是一次通过 对 但月上一个人在前面跑的话 没有任何干扰 这边过来暂且远逊能够跌上 2.0 看一下后半段 后面三名选手的距离是比较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意思有点 最后还是一个2.4 阿康跳了 那阿康跳完的话是19分 中间是两个98分 一分的差距 还好 主要是阿康 我刚才看他最后一个快出 按得稍微有点慢了 那个角度不是很好 自己的路线比较着准 对 但这局月上从起步拿到了优势之后 是拿到了最终的一个第一名 第一个右弯弹射之后 就再也没有见到他 反倒是阿康这个失误 我觉得后续可以找切群交流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可以稍微学习一下 切群当时是刚过来弹射 就拖飘下去 基本上在这个点 掉的情况很少 因为他其实在前面 是衔接了一个侧身 找角度然后再弹手 对 所以你基本上 能够通过前期的侧身 就已经把你的路线 给规划好了 只能说他弹上的那个角度 刚好又把它直线地 往这个悬崖里面掉了 而中期 重跟不朽两个人的 对抗问题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影响的 因为本身两个人 在前期没有对抗的时候 是在一秒左右 然后后面 由于更多的对抗 包括自己路线上的一些选择 就在1.5 逐渐地就跳到1.5之后了 确实是中间 不朽它确实更快一点 路线也更好 而中也是因为自身的卡器 或者说弹射的角度 有一些问题 影响到了自己队友的路线 所以每到这种时候 可能更需要的就是 对内的一些交流 到底是由谁去跑 不要出现对内的对抗 让你跑得也不舒服 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在跑2V的时候 好像在台上很少会交流 看选手的个人性格吧 因为有的时候 你在操作的时候 如果你交流了 你自己可能会分心 太专注了 但是有的选手 可能他就会交流 嗯 就是说这个点你走 还是我走 对 会比较简短 但是不会说像道具那么密集 是的 来看一下 这句海冰之眼 成绩差异还是很大的 遇上这边是1分21.05 WZ都是21 然后副手在本赛这张 之前没有跑过 公开赛倒是跑过 是的 而本赛其实也是有两名 公开赛来到联赛的选手 一个就是副手 一个就是E 还有阿峰 阿峰目前没有上场 对 对谁能更快地适应 场上的节奏 这也是关键点 开局15秒 WZ再次拿到高领跑 后面的两个弹射 找一下路线 是 罗技又跟WZ大概的别上 转空 这里就是跟得太长 弹气的部分 对 重新开个弹气之后 这个距离又拉到了0.9 但是 ECO越上这边歪了 这张图对于越上来说 现在是一个魔咒吗 对 反而是阿康这边 还是能够稳住的 又是弹气之后 而且没沿上 没沿上重新开启一管弹气 现在已经落后到1.8秒了 哇 现在布朽来做一个后追 重跟着 本来他那个ECO歪掉以后 就很难延了 对 所以没办法 这跟上一次还不太一样 布朽这局 目前还能够先跟住 但是拉近距离的话 得看后面阿康的断空 只要断空没有失误的话 这局比赛的分数还会是 三个人 哦 重掉到了2.3秒 出现了失误 应该是ECO点出现了失误 阿康一吨20秒72 这局 拉开了三分啊 是的 重后面的这个跳秒 导致分数是越拉越大了 现在两局打完4分 下张图又是梦回鼓鼠 梦回鼓鼠嘛 又要都拿孙武峰了 嗯 没有必要让啊 就这个孙武峰 如果要反打的话 上一次是选了一首 融入决斗场 但是是在solo局打的 但其实也可以拿月影 拿月影来跑 梦回鼓鼠嘛 嗯 但是就这四位选手来说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赛车差 差是应该不会有大 看大家怎么来选吧 因为机场这一场 好像是没班的 机场是在的 那我们还得再留一下 会不会有队友打出来 我觉得得是双孙悟空 现在孙悟空的话 其实使用起来更自由了 有很多地图都被搬掉了 就你敢打的话 我肯定也敢选 1分20秒72 17和20 这局周围是在第二圈后半段当中的ECU释放提醒了问题 底下跳在了2秒开外 对了直接跳秒 而对于目前的用车来看啊 就是感觉WZ这边选图确实是跟琴就有冲上了 一个海滨一个狐鼠 如果没有狐鼠的话 说不定海滨还得上一辆机甲 如果是出现在手图的话 就比如说前两张图 之前都是没有用 都是裁决者 这个淡气延续 对于乐场来说真的很伤啊 主要前面撞完以后太伤了 然后第二圈中入这个同款 完美复刻 阿康是拿到了月影 对有一辆月影 留了一辆 想反打呀 有说法的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他们领先了4分 所以让这让孙悟空显得更有保障一些吧 对 但其实很多地图月影跟孙悟空差距并不大 霍比特 霍比特算得上是他的一张王 对 但这样一来的话 其实你的月影也能被反打 对 现在看一下起步 月上这边起步很快 不朽这边有点挤不过啊 而月上一个大拖飘 阿康这边出来了 月影 先一走掉 至于后面三个踏出云的话 就看后面他们的细节做得好不好了 自己互相在后面打吧 而不朽的话 目前距离相隔得也比较远 而月上再次出现失误掉到1.8 那不朽也是掉下了两一秒 对他在前面就全然失误了 一直在挤 但现在 重跟阿康还得做自己的极限性 跳不起来 对他刚才那个路线其实切断的就比较慢 有点拖了 尔洛一下来之后 不朽一个弹射完成了反超 这边直接点飘过 没有断空 0.6的距离 这后面长直线还有得追 但能不能追得上 就看阿康会不会给失误了 稍微过来看一下这边 但前续 增到小坑 0.3 中有机会 这个直线上面 速度0.2 0.1 不太够 0.04 最后这局还是让WC领先了一分 还省下了一辆孙悟空 再长一点应该够 这辆月影 从开始领跑到最后 有点像首图的角色江西越上 阿康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 所以说孟回虎鼠 你真的拿出孙悟空 也不一定能够拿到领跑 反倒是这辆月影 让他前期给发挥出来了 对吧 那这样一来 前期所有的王图 已经全部打完了 下张地图看前球怎么来打 要不要直接反打这首月影 月影打的话 那就是机场了 我觉得可以打机场 机场或者零号 但零号的话 现在大家用车还是挺保守 零号感觉 不太好打 但打零号的话 有一个好处就是 能够把对方的孙悟空也逼出来 嗯 是可以的 就是要看他们要不要打 这辆月影的话 要么机场 那么就把我们说的领抗 嗯 嗯 看打机场的话 也行 打机场 对方也能出机甲 嗯 优势没有那么大 就现在孙悟空和月影 现套的情况下 你打什么图好像 都没有办法 都差不多了 拉个差距了 没有说特别强势 你要真选一个孙悟空强势力度 还真有 嗯 像雪地嘉宁华 所以对于WZ来说 省下的这辆孙悟空 倒是制胜的关键 但现在就对于秦九来说 你想要反打就有月影 因为对方还有孙悟空 反而是受限制的那一方 对 主要还是让这辆车一路停跑了吧 嗯 最后的话也景象插了翼子 再给他长那么一点点的话 也许这0.04秒就追上了 因为初弯我看到是0.3 大概最后长之道 能追一个0.2左右 嗯 五分 三局打完之后 对于秦九来说可以接受 那要复首 好 遇上这个投票也会 当天的弹势总感不好 投票也很多呀 很多投票就是导致整体的节奏都很伤 失落一记 不久留了一辆哈雷特 那这局就要单独看重 能不能够把这辆哈雷特拿到11分了 对 不然的话很亏 其实秦九越是 落后的时候 你越让车就不太好追啊 是的 来看一下这局三辆哈雷特的起步 击在一起 中小群集内道 但阿康这边钻在一个空子 直接来到第一名 快出过来以后看行接一个顺侧 先跟路线 还在找路线 越上倒是有点远 越上这个距离已经是出现失误了 几个顺侧过来 这一段的路线其实还是比较好过的 也不会有太多反畅的空间 对 主要就是看你快出之后出的方向对准就好 那后半段来到难点 先转向过来 看自己断空的路线了 快出 看这一个点 没问题啊很稳 这里能过 先断空 路线过来 路线很正啊 对 中这边的稳定性也还不错 路线跟得很好 但前面阿康也很稳 陆朽在第二圈 阿康给失误了 给了失误路线不好 那里弹不出来了 但是中这边侧身想要去切一下他的路线 切不到啊 对 两次的进攻 让自己的路线造成了一些损失 再来点飘 还得调整 太贴弯了 后面越上也上来了 几个调整 对于中的伤害会更高一些 是的 在甩尾 目前是一个WZ的双铃跑 不晓得距离有点远 1.9秒2.0了 两个人都在跳秒边缘 后面是能进2秒的 但是 但中的话不能再与越上 出现对抗了 最后阿康1分38秒60 中还是跳了 还是出现了失误 17 21 4分 中应该是跟月上两个人 还是出现了一些卡位的 是的 最后出现了跳秒 那现在有9分了 我的阿康今天好稳 要反打不朽的这辆哈雷特吗 哈雷特要打的话 我觉得首先考虑一下 赤城红叶 赤城红叶打一辆哈雷特 一辆冰破 或者L7 或者就打霍比特也行 霍比特的话就没车嘛 把送后如果能骗出来 那还可以再反打越野 因为我是想的 因为我是想的 如果这辆哈雷特 想要继续打一些战术的话 对吧 庆元春算得上是他们的一张王图 但庆元春现在冰破还在 对 所以就是打赤城红叶嘛 有点可以 赤城红叶可以 如果要是单说一辆哈雷特来打的话 像一梦青花 神都 神都可以 神都的话就是哈雷特加颜军 对 还有亲眼可以 一分38秒60 这几局阿康的领跑真的累啊 除了首途 队友拿到了这个11分一分 可能在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路线的瑕疵 但是 在第二拳看到 仲对阿康发起了两次进攻 其实对于他的影响都没有特别大 对 反倒是仲 两次进攻完 损失了自己的出弯时间 然后把月上给等了上来 两人又进行了一波对抗 对 对 起步这辆哈雷特 其实在第二圈的时候 仲是完全有机会追的 但自己的路线也有点歪了 首先是阿康先歪了之后 感觉 仲被带 带到了 其实跟的倒是蛮好的 这两个人有一波跟车 但调整的话可能是前面要更快一点 四局打完是9分的长距 还有三张地图 三张图啊 对 得把前期的这个赛车给拿出来用一用了 就得打这把哈利通 是 我这一个弹空直接突上墙了 所以导致自己后期的这个氮气啊 包括提速都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这没断干净啊 神都 WZ拿出了孙悟空搭配原杰 中 用了一手L轻 我觉得这也是他没有想到WZ会这么拿车 对 还是有点太保守了 真保守 因为9分的差距 其实你先把自己的机甲拿出来 然后后面再去规避一些选途就好了 这两次用车都是较WZ更劣势一些的 对 那见了哈利特结果确实优势很大 那固承能不能稳住啊 断空下来 最深ECU释放 前张图确实是给哈利特来选的 原级的后追 没错 检条过来 送人 有充自艺的岳上不高提 布修没弹出来 已经拉近了距离 稍微空下车 前面布修也在找路线 哦 岳上这波险阵的没问题啊 可以给你這一球 直接反超 危险但是很极限 这熟练度很高啊月尚 在这边出弯 不小想要去卡月尚 但自己的出弯度 已经被带到了 后面还不备了 这一个失误之后 3.8秒 月尚这局还要拿到11分 最后的一个断空 下来之后 在长直道上面 速度也没办法反超 又是0.04 而阿康是一个0.96 重只拿到了7分 17 21 又是4分 现在一共有13分了 还有两张地图 想要搏一搏的话 就上一些蓝图 意外性高的赛道 现在有一辆原集的优势 这辆原集 我觉得你要 大凡说打个北海渔场 我觉得都打不了 你北海渔场的话 真的WZ 直接上墨影青龙了 墨影青龙加一辆原集 那就下一张地图 直接打一首雪镜 雪镜翻了吗 没有 没有 可以打一首雪镜 现在赛车已经被套住了 打不出来太多的战术了 完全拼选手的个人能力了 就WZ的这首原集之星 选出来之后 就是在诱导你 来个北海渔场吧 北海渔场一上 好了 我原集搭配墨影青龙 以最后一张图 在墙上一个雪镜烈渊 那我就换金龙影 搭配一辆墨影青龙 根本不亏了现在 是的 不亏了 这个分数在这里放着 所以对于WZ来说 它可以无限放大自己的用车 就是从失落一记那张地图开始 你就必须得上这张机甲了 对 然后再把孙悟空的优势给打出来 就是自己在选途的时候掌握不好 自己比分上面的劣势 反倒是WZ在不断地通过自己领先的优势来使用机甲 主要是他们领先的是一辆月影 导致没有办法在后续的选途去继续选择一些跟加速带有关的图 你看机场对方还有孙悟空可以打 对 就是打不出来 关键的就是那个11分还让月影拿了 对 真的难受 而且现在最难受的一个点就在于什么 对方的孙悟空虽然用了 但是如果你现在去选疾风机场的话 对面还有原机 所以就导致你在前面的那手赛车 然后分数都没有拿到的情况下 后面也只能吃亏 是的 这辆哈利坦是没稳住啊 勤酒今天一次冲线都没有 还剩下两局比赛了 十三分的差距 就对于经就来说真的蛮伤的 好 重这个暴力 直接把他也非常强了 太贴又强了 真的是悲害于常啊 月上甚至还没有拿摩影青龙 选了个序列未来 两边还挺保守的 哇 没有人拿摩影青龙 就我觉得这局应该是 WZ拿一辆梦影青龙的 但没想到这么默契啊 这个开局阿康再次拿到领跑 阿康的起步也很快啊 起步快然后跑得稳定 是的 这局越上你只要跟着就可以了 不休 自己跌上又强 转的太狠了 是 而且反倒是在这个弹撤点影响了一下 越上的节奏 但是你越是影响越上越上越开心啊 这边压车转向 但前去跌上没问题 表示自己这辆区列未来能和你原集之星在北海渔场有对抗 那真的太舒服了 而且现在还没有对抗的机会完全碰不到 其实打到这个节骨眼上 序列未来是已经完全没有用处了 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哪怕你能进入到加赛 你也打不出来 而且现在关键是WZ一直能拿到领跑 这对于请求来说 真的很难以接受啊 看一下阿康这边要压车 控图控住 没问题 点续下来以后 看一下这边的路线 但目前现在来看的话 越上跟不久的距离 都要出现一个跳分 这跳不掉的 这边的话要合两分了 这个距离有点远了 阿康甚至球稳不蹭蹭 直接跟着你过就完事了 有错 这边路线转向过来 也能够顺利通过 最后越上的这辆序列 还比不朽的 人极快 那么一丢丢0.4 对 重的话是一个1.04秒 出现了跳秒 而后面一个是2.08 一个2.49 15分了 想要去后续 已经会比较困难了 要进入到加赛 也不太现实 存在理论可能 但是从目前的用车 和选途上面来看的话 几乎没有优势 你最后一张图 你不可能选一首黄和吧 要么你就打打空的 撕掉梦影青龙 要么就是刚才说的 星图雪晶烈晕 但是从以往 停久的选途来说的话 苏格兰场 大力急速攻打 苏格兰场主要是 对抗的点会比较多 但是 我觉得苏格兰场的话 一个就是月上之前 也挺喜欢打的 在solo当中 而且对于 现在已经征战 比较久的选手来讲的话 这张地图太过于熟悉了 是的 除非说你拿出这张图 然后上一点新的赛车 可以 给大家拼一拼赛车的熟练度 今天的康王 有点狠啊 这几张图都是 接连冲线 稳定性极高 而且起步极快 真的就是 对于KZ和琴九 这两支队伍来说 算得上是 我们在节奏台上面 很能读懂 他们的两支队伍了 看一下阿康啊 已经拿到了四次充限 琴九现在主要 还是在摸索的过程 所以 他们的一些选途 选途选出来 未必能够拿到优势分数 但确实能在场上 去发挥一下 自己的稳定性 苏格兰场 你看 而这局 月上直接拿出了木影青龙 直接上机甲 琴九的选途 还是有点太常规了 而且 选途和用车太常规了 对 导致他们的战术 其实没有那么的新颖 而且 就整个场上的作用 发挥下来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效果 是的 不过我觉得琴九也算得上是 在我们现阶段当中 联赛的一支新队伍吧 当然这个新是打着双引号的 对 慢慢摸索吧 把这些图先打明白 打熟了 再说一些战术 没错 看一下起步 凳空会合 还是月上这边的速度 会更快一些 机甲在前期的这个速度优势 能够让他起步先冲出来 前期的弹射节奏非常好啊 这个这么直接吗 直接上 刚开始就把记录给放出来 看来对于月上还是有绝对的相信啊 相信这档机甲 但你看后半段速度控制 这边出完稍微小蹭一下 距离已经被拉开了一点 不过这边只见瞬间的拉近 没错 ECU先释放过来 出完之后控车看弹射陆地 坎的角度太小了 1.3秒那没了 影子消失 而后面的距离也拉近了 阿康目前这一个弯道 路弯弱得太早了 对这个拉弯拉得好快啊 差点就要上墙了 对 但他这个时间也会太早了 所以导致他在这个位置 停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这边跟车跟得比较不错 但想要过前面的两座墙 有困难 上对抗了 找了一波路线卡在中间 但这边出弯越上的节奏有点慢 稍微挡了一下 中了出弯路线把速度给卡没了 而且进阶有点早 下面这个弯道过来之后 阿康再次完成了反超 出十内后面的灵魂三甩 中看一下他的极限性到底在哪 没错 ECU先放过来跟上 看第一甩 一弹 坦过来没问题 第二个快速过 然后进阶找了下路线 但是入内弯的时候 还是出现了蹭墙 速度损失 最后是一个1.64两个人都出现了跳渺 但这七局比赛的话 全部都是由WZ拿到了 11分啊 是的 无一例外 这场比赛其实 跟昨天的比赛有点像啊 就是 重跟前面两个人在一卡二 而不朽的话 只能在后面保证自己的稳定性 这也是因为新人 所以大家在前期 没有办法那么快地去加入战局 哇 这场比赛 琴九真的打得 没有脾气啊 WZ一直在拿分 琴九是一直在选途 选途我觉得 没问题 你如果能够把选途权 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你反而会打得更轻松一点 但只是说在选途的过程当中 你的所有用车可能太过于保守了 没有办法让你在短期内 把分数给追平 而且其实你要在 打比赛的过程当中 对自己有一些定位 就在于今天 你到底能不能通过追分 把这个分数给追上 所以你在用车的时候 到底要不要去防止对方反打 如果你觉得你今天的分数 可能没有办法反敲对方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 能有什么技巧 你就用什么技巧 对 就是因为我感觉 在那场失落遗迹记上面 打得太稳健了 用车太保守 对 他太稳健了 没有想到对手会直接强 强出这两两机甲 说实话 我以为琴九会是 出双机甲的那方 对 万真可能会有一局到两局 会让一手机甲等你 因为就从孟茴鼓鼠 前面是领先了四分嘛 所以拿了一手月影 我保一辆孙悟空 结果这辆月影还拿到了第一 没错 那后面WZ一看 我现在手感还不错 反倒是我连拿机甲 这就是战术上面或者说思路上面的不同 大家发力的点都不太一样 而打到后面 你每个赛车嵌套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 没有那么多局数 能够把所有的赛车优势都给打回来 对 那最后来是要恭喜WZ在经过了七场比赛之后 拿下了二比比赛的胜利 没错 WZ月上 一个冲了四次 另外一个是冲了三次 71 70 这太C了 对 而不朽跟重两名选手 都是在本局比赛拿到了61的分数 重的这个点 感觉他的存在感很强 而不朽的话 虽然说比赛当中 他存在感会弱一点 但是他的均分还不错 能够能达到60多分吧 我觉得是对于新人选手来说 前期还算不错的一个答案 而且你看他的对手也都均分上十了 所以这局 今天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看到前面三个选手的彼此纠缠 对 来看一下 MVP是给到了WZ的阿康 10.1的均分 四次的充限 相较于上一次在2V当中表现 这一次WZ的状态是调整的更好一些了 尤其是阿康 他的稳定力提升上来之后 其实就得看越上 因为越上我们知道 他 而不得了 尤其是而是 我以为你要去看越上你 他应该说 我以为你